總統參議文新年第一天就開宗民意 強調今年挑戰多 習近平發表新年賀詞提到兩岸一家親 但沒有強調祖國統一 兩國之間的互動似乎有轉機 向中國遞出對話的橄欖枝 蔡總統不忘壯大臺灣 兵役新智上陸後 國軍兼實戰備能量同時 也期盼兩岸和平交流取代軍事對峙 面對全球持續的通膨壓力 還有我們經濟衰退的風險 我們提出包括減輕人民負擔 穩定民生物價 調整產業體質 維持經濟動能的四大目標 新年度施政方針聚焦民生經濟 減輕人民負擔 雖然去年臺灣經濟成果 在全世界表現亮眼 但民眾人受疫情 以及無二戰爭衝擊 影響生活和健康 總統也都深自檢討 最難忘的事情 我相信還是疫情 選後的檢討 我想進來的檢討 不論是黨務或者是政務 老實講都跟我有關 那我也負起責任 政府確實不是萬能 但政府有責任 也必須針對每一個不足之處 更加的努力 談話一結束 蔡總統也帶著賴清德 在府內發送紅包袋跟春聯 民眾早早就來排隊等候 要搶拿總統紅包袋 新的一年面對新挑戰 蔡總統要帶領臺灣持續向前行 三段新聞李正道友人部 SN訊小組台北報導